最近小编又重温了情深深与萌萌这部电视剧 这是15年前的一部电视剧了 刚播出时就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那时候人人颜值在写 演技在写 每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王林饰演的雪姨 现在看到王林还是会想到恶毒的雪姨 以前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温柔善良的儒平 长大了再看却发现儒平就是妥妥的白莲花了 儒平有多长 杜菲去找儒平时 他的站姿足以证明 看过这部剧的都知道 在剧中儒平喜欢的是书桓 书桓喜欢一平 而杜菲又喜欢儒平 儒平是在电车上遇见书桓和杜菲的 当时他们两个被秦五爷的手下追赶 舒桓的机智勇敢 深深的吸引着儒平 儒平对舒桓也是一见钟情了 而杜菲基本也是在这个时候喜欢上儒平 但是落花有一流水无情 儒平的心里只有舒桓 再也容不下别的男人 经常无视杜菲的付出 儒平虽然不喜欢杜菲 却也习惯杜菲对自己好 这就是典型的吃着碗里瞧着锅底 甚至还让喜欢自己 喜欢的要死的杜菲 来帮助自己巩固舒桓 还说得很好听 叫花小爱 为大爱 杜菲喜欢一个人 就会想着法则去追 但是却不会让人厌烦 反而有点讨喜 杜菲一开始就喜欢儒平 所以就使出浑身解数去讨好儒平 不过儒平的心理 装的却是自己的好哥们舒桓 杜菲只是一个备胎的存在 有一次杜菲跑遍大街小巷 就为了给儒平找一个叫儒果的水果 杜菲还特地送到儒平的学校给他 进入学校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向杜菲打招呼 看来杜菲是经常来找儒平 小编喜欢的就是杜菲这样专一的男生 不过杜菲来找儒平 儒平看起来却不是很开心 一直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 谁注意到儒平的站姿 当时儒平正在忙着给教室挂棋子 他的站姿很霸气 两只脚分别踩在两个梯子上 而且儒平当时穿的还是短裙 其实儒平在舒环的面前 一直是演一个温柔善良的淑女形象 这一次杜菲来找她 她的站姿就暴露了 除了在舒环面前 她在别人面前 都是一副很傲娇的样子 只有在舒环面前 才是一副楚楚动人 善良的好姑娘 她在舒环面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